英雷勒吵威胁论 称中国取得违背物理学规律的成就 继上周英国金融时报高调 渲染中国航天试验威胁之后 该报21日再度以中国军方 今年夏天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 令美国担忧北京方面 在研发新一代武器的竞赛中 取得优势为题刊发独家报道 譬如所谓今夏中国军方两次测试新武器的细节 并声称中国展示的全新武器能力 令美国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震惊 据金融时报报道 四名熟悉美国情报评估的人士披露称 中方于7月27日发射一枚火箭 首次利用部分轨道轰炸系统 推动一个能搭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环绕地球飞行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戴维赖特认为 对试射的一些描述是危言总听 1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就此事回应称 据了解 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 2 1 1